巴林特市政厅内 卡米拉和米丽正因为工作做不完 无法下班而不爽 就在此时 约尔突然探出身子 选问要不要自己帮忙 此举令卡米拉直呼天使 但听到约尔说 是想报答他教自己做料理的恩情后 便没那么感激了 支援确实应该好好报答 与此同时 沙伦也很不情愿地被米丽拉来帮忙 私人就这样开始了加班工作 工作中的沙伦突然找约尔闲聊 说他最近经常主动搭话 约尔则连忙表示 如果给人造成了困扰的话 自己会注意 于是沙伦立刻解释说 不是这个意思 约尔则思考起了 自己与同事渐渐相熟的关系 在此之前 为了隐瞒杀手身份 约尔总是避免与他人扯上关系 因此和同事的关系也比较疏远 但如今需要隐瞒的事更多了 却反倒和同事的接触越来越近 就在约尔心理感慨 真是不可思议的时候 沙伦换了个话题 问起经历校车事件的阿尼亚 有没有留下心理阴影 约尔则告诉他 阿尼亚活力如初 似乎根本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此时 卡米拉突然回头 训斥起闲聊的二人 催他们赶快工作 沙伦则不爽的回怼 轮不到你来说话 就这样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加班工作终于完成了 结束工作的约尔 率先提出告辞回家 米丽笑嘻嘻地表示感谢 还说约尔是个便利的工具人 肚子饿了的沙伦 则要求卡米拉请客吃饭 并邀请约尔一起来 此举让米丽卡米拉非常意外 当然 他们也并不是抵触的意思 只是觉得和约尔一起吃饭 很是难得 考虑到作为正常人 和同事的交际很重要 约尔便答应了邀请 并表示需要给丈夫打个电话 让他别给自己准备晚饭 此举直接刺激了卡米拉 强烈的嫉妒心 气急败坏的吐槽 早知道不请你了 就这样 办公室四人组来到了餐厅 九过三旬 卡米拉吐槽起自己的男朋友 多米尼克 没有上进心和胜负欲 进入醉醺醺模式的约尔 也立刻复合说 还是大获全胜比较好 但舌头已经捋不直了 这样同事三人都大开眼界 吐槽原来前辈你喝醉了 是这种感觉 话说前辈家夫妻关系怎么样啊 你和你老公相处的还融洽吗 卡米拉好奇的询问起 约尔的家事 米丽也在一旁附和说 好想知道约尔和老公恩不恩爱 于是约尔只好红着脸表示 自己家还有个年幼的小孩 却被米丽反驳说 沙伦家也有孩子 但依然会照常亲热 不过这个说法遭到了沙伦的否认 强调自己并不是年老公的那种人 我和老艾德先生 一直过着相敬如宾的生活了 剑约尔强调自己和丈夫过得很和谐 嫉妒心爆棚的卡米拉和米丽颇为不爽 米丽脸上消息心 心里却只想说还是赶紧分了算了 只想听抱怨的卡米拉 则只言不讳地询问约尔 对丈夫有没有不爽 老实的约尔也认真思考起了这个问题 在醉醺醺的大脑中 疯狂检索生活细节 但想到的全是老艾德做饭 遛狗 狗物 收拾房间 还有帮自己办事的画面 随后告诉大家 真的完全没有不满 结果再次引爆了卡米拉和米丽的嫉妒心 卡米拉拍案而起 大喊不可能 还说老埃德一定是结婚欺诈师 提醒约尔不要被骗了 米丽也附和着说 这世上根本没有那种完美爱人 让约尔在被偷光资产前赶紧离婚 急得约尔不停否认 毕竟在他看来 真正的婚姻欺诈师 其实是自己 正常来说 都会有伴满吗 约尔好奇的询问同事 于是三名同事 滔滔不绝的控诉起了自己对伴侣的不满 卡米拉说当然会有 比如约会总是迟到很久 还欺皮笑脸的出现 每次发生这种情况 自己都恨不得当场把男朋友宰了 米丽则表示 恩爱只存在于初期阶段 每当男朋友对自己的爱好指手画脚的时候 自己都很想一刀捅死他 已经结婚的沙伦更是告诉约尔 住在一起后不满就更多了 自己加满口子 花钱大手大脚 又成天一堆借口 总会让他萌生出杀意 听完了同事们的抱怨 罪得不清的约尔 只得到了一个惊人的结论 人一旦找到对象后 就会变成杀手 店长都没告诉过我这些事 结婚前救赎杀手 都我果然把张吵 我到底要怎么办才好 要不要和卡米拉小姐 他们商量一下 江西公主的事情 怕行 冷静一点约尔 他可以这么做 要拿出偶的演技 找出结婚以后 才变成杀手的样子 带着这样的想法 约尔开始对同事胡说八道 称他时不时 就会对丈夫萌生杀意 比如自己喜欢甜一点的欧姆蛋 但劳埃德很注重 阿尼亚的身体健康 所以总是不会做得太甜 然而 这个理由却并没有得到三人的认同 同事纷纷开始吐槽 月儿爆点太低 人家既然做饭给你吃 就不要抱怨了 还说这一听就是谎话 真说不出不满就不要勉强了 说真的 我们每天都要拿到富奖的困难筒去 炒到爸卡开交 恨把他把对方撕成两断 这是极其正常的家庭 请你们相信我了 从此 我对老艾德的一切都充满了爸们 月儿越说越离谱 同事一开始还吐槽说 这样一点都不正常 后来索性直接敷衍的附和说 对对对对对 这样月儿更加紧张 为了不被举报到当局 月儿决定借助酒精的力量 证明自己对丈夫真的充满杀意 在好饮一杯后 瞬间切换成了经纪公主模式 拿着餐刀离开饭桌 找到花园店长 向他讨要杀死丈夫的许可 理由是为了维系普通婚姻生活 见月儿如此坚定 花园店长便同意了他的申请 就这样 经纪公主月儿来到了丈夫老艾德面前 一场生死较量即将展开 月儿小姐 居然因为欧姆蛋这点小事就来杀我 我觉得你实在是太不正常了 你坐着 老艾德先生 欧很正常 为了把人大家知道欧素杀手 欧必须杀掉你 不要啊 母亲母亲 不要吵架 阿尼亚会吃甜甜的欧姆蛋 求求你们快别打了 以上情节均发生在月儿的大脑中 想到阿尼亚会难过后 月儿立刻放弃了计划 豪哭着回到餐桌 一文正经的告诉同事 这样不可以 不明真相的三人 则突然大笑起来 撑在月儿的单口相声 说的不错 还说大家都已经知道 你们小两口恩爱的不得了 并决定赶快将月儿 放回爱的小巢 看他在这儿秀 简直太没意思了 反正回去之后 你们俩一定会各种亲热秀恩爱吧 哦 我才不会 哎呀 像是我回来了 亲亲之类的 插帮会那么做 又或者一起洗澡之类的 插帮会一起洗 面对同事的调侃 月儿吉的帐红脸颊 语无伦次 还不停对着空气垂手收 看着同事直呼好可爱 随后又一本正经的 讨论起了回家文 不过 我回来了 亲亲这种程度的夫妻互动 还是很正常的吧 是啊 就算抱有不满 回到家也还是会拨一个 正常来讲 不拨一个的人 应该没有吧 听到这里 月儿又是一脸阴沉 带着不拨一个 不正常的想法 纠结的走回了家 三个同事 看着月儿远去的背影 不仅讨论起了 他回家后会不会亲 米丽压住25庞特说不会 沙伦则觉得 大家是不是做得太过火了 毕竟月儿真的有够纯真 光看他的样子 自己都不自觉的会害羞起来 卡米拉则表示 聊起来后才发现 月儿这人意外的有趣 就这样 三人决定下次吃饭 还叫上月儿 月儿则已经回到了家 并一如既往的 得到了莱埃德的迎接 听说月儿与同事聚餐的 老埃德颇为欣慰 在心里感慨 他的职场人际关系 终于得到了改善 看着老埃德温柔表情的月儿 则涨红了脸 35话出现的心动指数表 也再次浮现 并在月儿反复思考 回家亲亲后 瞬间炸裂 月儿因为醉酒和心动指数 爆表险些摔倒 好在莱埃德及时抱住了他 你喝多了哦 月儿小姐 见莱埃德微笑地关心自己 月儿第一反应就是要被欠了 于是第二根心动指数表浮现 就在指数再次濒临爆表的时候 月儿突然想起了上次 踹飞莱埃德的一幕 为了不让丈夫再次受伤 月儿奋力向后一蹬 脑袋稳稳摔进了地板之中 吓得了埃德一脸懵逼 不解地询问月儿 到底喝了多少才醉成这样 父亲和母亲亲热的声音 真是吵死了